人生若只如初见和是秋风杯化善 此千古名剧的主人公源自一个传奇女人 她就是汉成帝曾经的宠妃班杰鱼 班杰鱼才华于美貌绝世 她16岁入宫被皇帝专宠14年 后被赵飞燕产害退居冷宫 人生就此从繁华走向萧瑟 在女子无才变得的男权社会里 会作诗的班杰鱼终究抵不过 会飞舞的色意俱佳的赵飞燕 班杰鱼一闪光的才华在美女如云 的皇帝后宫里显得苍白而无力 班杰鱼是西汉大才女 出身名门自小宝读诗书 出口成章 汉成帝初见她时 有一种莫名的新颖视觉感 既是她为伴侣 又是她为知己一度形影不离 可自从赵飞燕和赵和的入宫以后 她的才华与美貌终底不过万种风情 就像赛球一样形势 这一下子就逆转了 赵氏姐妹扶摇直上 班杰鱼逐渐是宠 表面上赵氏姐妹是大获全胜 可最终历史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赵氏姐妹遗臭万年班杰鱼 反倒轻始流明 活成了一个传奇 并且还被后世人誉为 中国古代最完美的女性 在两千年前的长信宫里 班杰鱼回望自己薄命的人生 不觉发出了一声哀叹 这守住名的长信宫愿 正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她像齐婉素一样绝美无瑕 被选入宫后仍光彩夺目 然而炎热的夏日终究不能常住 自己的青春美貌也会随时光流逝 故以被丢弃的团扇来比喻 被人遗弃而幽居冷宫 这其实就是古代后宫女子悲惨命运的缩影 然而班杰鱼终究不是自怨自已 见识浅薄的寻常女子 而是一个玲珑剔透极有物性的才女 她在看清生活与爱情的真相之后 成了人间清醒 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 班氏16岁入宫 汉城帝第一次见班氏 就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她身上有一种非凡的气质 班杰鱼的容貌谈不上是倾国倾城 但她美而不艳丽而不俗 更重要的是她博通文史 她的兼具外在美和内在美 汉城帝刘傲很快被她所吸引 甚至把许皇后扔在一边 入宫之后班氏不争宠 不干预政事行事端正 她谈吐优雅不凡 见到皇帝继不搅柔造作 也不是初见人君的谨慎拘谨 而是相当淡定和稳重 言辞之间无不透露出 她的聪颖智慧和满腹才华 成帝对她十分欣赏 封班是为杰鱼并让班杰鱼陪在她身边 班杰鱼虽然是宠妃 但完全不像很多后宫女子那样 恃宠而骄 汉城帝出游时邀请她 与自己同乘一车 班杰鱼却以历朝历代的 前车之鉴劝诫皇帝不可同坐 汉城帝才放弃这个念头 对于汉城帝而言 班杰鱼的美貌和气质 如同一朵出你而不然的莲花 颇有些可以欣赏 却不能卸完的意味 而班杰鱼希望汉城帝历经图治 时常提醒汉城帝要勤政心怀天下 太后王正军对班杰鱼十分赞赏 说道 固有反击 今有班杰鱼 都说男人都见一丝牵 汉城帝也不例外 与居民于礼法的班杰鱼相处久了 渐渐的班杰鱼在汉城帝眼里 已经没有风情万种 妩媚娇艳的女人能勾起兴趣了 汉城帝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意 哄家三年汉城帝来到阳阿公主府游玩 公主府大摆宴席来招待皇帝 当时在宴席上羡舞的舞女正是赵飞燕 她长得美艳绝伦 妖娇身材 汉城帝一下就被迷得团团转 汉城帝与赵飞燕一相遇 立刻沉醉不已 就把赵飞燕带入后宫 就再也没有其他妃嫔的什么事了 赵飞燕能歌善舞 相比之下 班杰鱼就显得十分目的没有风情了 之后赵飞燕又将她的妹妹赵和德献给汉城帝 赵和德更是貌美如花 比赵飞燕还要迷人几分 因此受宠十四年的班杰鱼 就此被赵氏两姐妹取代 这时候赵飞燕姐妹霍乱后宫的时代到了 赵氏姐妹不满足于现状 两人开始设计陷害许皇后 以及班杰鱼行巫蛊之术 许皇后不堪重负自尽身亡 班杰鱼在接受审讯时一言不发 直到汉城帝亲自审讯 他才说到自己不屑正宠 这才保住性命 班杰鱼对汉城帝彻底死心 他也不想卷入后宫争斗中 于是自情搬到太后宫中 班杰鱼移居长信宫后 依附在王太后的庇护之下 远离汉城帝同时也远离赵飞燕姐妹的陷害 每天的工作除了早起打扫台阶上的落叶 就是陪着皇太后聊天谈心或者烧香礼拜 无聊之时读读史书写诗作福 可以说他早已看破了皇宫里的事是非非 也躲开了后宫争夺的纷纷扰扰 用笔墨抒发内心 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团善歌 所以他这首团善歌是借物欲人 他将自己比喻成了团善 后人便以秋凉团善作为红颜薄命 美人失宠的典故 丹杰鱼就这样陪伴了太后十余年 没成想汉城帝却在于赵和德 隐遇之欢后死在了床上 赵氏姐妹因太过害怕当场资金 班杰鱼此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自请前往为汉城帝首领 就这样陪伴了汉城帝九年五十岁那年 因病身亡 与汉城帝合葬 班杰鱼是一个内心豁达的女子 他不会一味地沉浸在自怨自艺中 而是文思泉勇彼更不断 后来先后做出的导塑赋 自盗赋的文笔才华 无不被世人赏失 其实懂得放弃也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后来独善其身的班杰鱼 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辞富家 女作家 可以说班杰鱼心如止水 他优雅地离去却活出了自己的另一番精彩 虽然他失去了爱情 但却成就了自我 班杰鱼的一生美若烟花被入秋叶 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朝历代 帝王后宫嫔妃们大多数人的命运写照 多少女子凭借采学美貌取悦帝王 成为帝王的一时的衬心玩物 但终会因人老总会色衰祸 其他原因被无情抛弃 淹没在时间之中 从此一旦芳华陨落身宫红颜逐渐凋零 班杰鱼一生颇为传奇 他智慧懂进退 聪明有才华得宠 不争失宠不度 与世不及有冤不怨等 如此被书相敬仰的女子果然与众不同 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完美的女子 果然名不虚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